我們看這題 這題它說,將比重0.9 就密度也是0.9 的那個30%鞍水 這個30%應該是重量百分濃度 不可能是體積百分濃度,為什麼? 因為鞍的話加入水以後的話 它的體積大量縮小 為什麼?因為它很容易 很容易溶在什麼呢? 溶在那個水裡面 這樣的話,它的體積就沒有辦法 那個加成 所以你沒有辦法用這個 體積百分濃度來算 只能是重量百分濃度 好,那現在的話 它說重量百分濃度是30% 也就是說 如果鞍的話 它是30克的話 那麼這個鞍水就100克 那這水的話就70克 然後它的體積就等於多少? 這100克嘛 比重是0.9 它的體積就100克 除以那個低 低的話就0.9 所以是九分之一千 九分之一千 所以體積是等於九分之一千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是那個 等於是立方公溫 C 九分之一千的立方公溫 好 那現在他說 那時候 如果 如果 把這個鞍水的話 把它稀釋成原來八倍 就把它稀釋成原來八倍 體積就變成八成以多少呢? 九分之一千的三十八 這個是 然後這個時候 濃度多少? 這個時候 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 你把什麼? 你把稀釋成八倍的話 因為它這個沒有增加 因為它是稀釋過的 所以這個的話 它的末數多少? 那麽它的末數是等於這個 末數是等於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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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十四嘛 十四加三的話 是十七 十七分之三十 末數這麼多 也就是說 它末數這麼多的時候 它的體積是這麼多 那這幾生呢? 這是九分之八生 九分之八生 所以它的那個什麼呢? 它的那個 體積末濃度 就等於N 除以體積 所以十七分之三十 除以這個體積 就是等於八分之九 那這樣等於多少呢? 二七零 二七零除以多少呢? 除以八 再除以呢? 十七啊 這是一點九八五二啦 大概是二啦 一點九八 大概是等於二啦 大概是二 大概是二 它的那個體積板 體積末濃度 大概是二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C啦 應該要選C 兩對 你有什麼呢? 所以